公勤九天旋女街道 800英尺 500英尺 这样的 这样的 100英尺 抓入二段55号 说到 大家好 我是阿翰 从生活中取材 搭配天马行空的想象 这支算命影片 一上架就引发热烈回响 不到六周观看次数 突破千万 就连片中的降落位置 都成了朝圣地 阿翰能借由四年前 创造的这个角色 再创YouTuber事业第二春 据他跟去年六月 加入的第三代导演张博焱 想都没想过的 我就跟他讲 要拍算命 他就说不行不行 他不要拍这个 他说谁要看呢 我就坐在那边 讲那个东西谁要看呢 所以这部片会这样子 其实让我们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吓一跳 因为是他想到爆米花的 因为我就觉得 我坐在那里 在办案算命有什么好看 于是我们就加了一个不可抗 就是 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好香哦 这个就是九天咸女的味道 没想到这无厘头的生命方式 还真是很多人爱看 今年28岁 在花莲长大的阿翰 从小爱模仿 2017年7月 成立了粉专频道 揣摩各种世襟小迷 自创角色 手支爆红影片 勾起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全是国中女生在园游会交卖时 碰到新衣对象的羞涩 从早期没有变装 只靠着声音表情模仿的自拍短影片 到后来团队加入 开始有了完整剧情与人设 像是曾当过车长小姐的房东阿姨 动漫宅女李月 越南媳妇软月娇 打造出许多经典角色的阿翰 带着采访团队一起开箱 位于花莲工作室的道具间 有没有看到 软月娇在这里 软月娇 大家好 我是来自延南湖 就名字的软月娇 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这个有红白条纹闪亮亮衣 软月 大家好 我是来自阿几哈巴拉的软月娇 这是 经典配色 来 带你来看房子 这一件真的是很不错 有没有 喜欢就来自来 不要落你把手 帮董阿姨 拿起服装 角色一秒上升 从衣服假发到包包饰品 阿翰用心的替每个人物挑选配件 我当时有算过 一共有快60顶假发 其实藏在这个小小的 你能看到男生女生常见不常见的角色 这个是星圆节渣 他是个机器人 这是远洞泡泡冰的文生 大家好 我是文生 拥有切换自如的模仿功力 演过许多角色的阿翰却觉得 真实做自己最难 就想把源自于他童年的内心阴影 班四年级真的是在班上是孩子王 因为我真的是很会搞笑 然后很会跟大家玩在一起 可是到五年级的时候 真的是全班男生跑去打篮球 然后我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喜欢篮球这件事情 在那个当下你就是被鼓励起来 加上从小声线较高声音轻柔 很容易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 这情况到他上了国中后更严重 我哭到不行 因为那时候班上同学就是冒死娘炮 然后女性荷蒙过高人秧娘们 我觉得我只要跟老师告状 就是代表我越来越懦弱 于是我都不告状 人气吞声助长的霸凌 也让阿翰怀疑自己 直到后来在辅导老师的开导下 要他去认识原本最美好的样子 才渐渐找回那个活泼爱表演的他 并把声音模仿当成特色 开启了往后的YouTuber之路 她就说不一样没有不好 然后你要去喜欢这样的自己 当你喜欢这样的自己的时候 别人反而不敢欺负你 我记得我妈妈语众心常跟我说 就是你不可以有得失心这样子 就是这种行业就是很现实 有一天那些掌声过去 人潮散去你就是一个人 你必须要很潇洒地抽离开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屁股西打西打 你现在怎么样 只是这个美的国度呢 而在众多角色中 阿翰坦言 也向花莲家乡的同年原住民玩伴致敬 所发想出的西打同学难度最高 就怕会惹来消费原住民的争议 我觉得幸好是有他拉住我 哪些可以讲 哪些不能讲 对 因为有些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 对啊 要刹车 其实我在上影片之前 按下那个上传的时候 手都还在抖 对啊 然后就是很怕 很太太怕 他那个反馈就说 你怎么也会这样子啊 对啊 你犯下什么套殿大罪 但是 其实没有 对我来讲是很惊喜的一集 我超喜欢这一集 导演张博焱不仅是阿翰的工作伙伴 一起发想脚本台词 很多时候更像是他的心灵导师 在拖延阵发作时 事实督促 在举棋不定时 想解放吹服 良人经过磨合后的默契十足 也让产出的作品更有灵魂 我的每一个影片创作 其实就是在开玩笑 可是那个开玩笑 我不会让他过头 那一过头就变霸凌气势 透过开玩笑去 从刻板印象 再扭转刻板印象 有人形容阿翰 其实并没有在模仿 这众多角色 都是他平常不敢表现的面向 是原本个性的延伸 尽管已有一定的名气 却仍旧觉得自己像是个素人 一回到阿翰本人时 很容易感到害羞 词穷 做自己真的是很难 像我我现在就很尴尬 就我有病啊 就是我现在 阮月娇就是很开心 阮月娇瞬间上升救援 对阿翰来说 演自己最难 但他会努力 试着卸下这层卫妆 不用再刻意试图证明些什么 学习爱自己 就像当年国中辅导老师鼓励的 发掘原本最棒的样子 你是独一无二的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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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